第823章 一份情 无数道目光 皆是带着惊恶之色 放着那悬浮天空的少女 厚着冰蓝色的长发随风飘舞 雪花从其周身凝聚 飘飘而落 宛如雪之仙女 硬笑笑王妍等人 同样是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显然并不明白 为什么硬昏昏会突然有这种异变 怎么回事 王妍眼神震动地问道 他能够感觉到此时从硬昏昏体内散发出来的寒气有多么的可怕 不知道 硬笑笑摇摇头 脸颊上同样是一脸茫然 对于硬昏昏是轮回者的身份 他显然也是一点都不知晓 那是 他们这些道宗弟子无法辨认出硬昏昏此时异变是什么原因 但陈真等经验老辣者 确实有所觉察 当即皆是目落骇然地盯着硬昏昏没心处的敷衍 欢昏竟然是轮回者 陈真四人对视了一眼 旋即皆是吸了一口冷气 他们很清楚轮回者代表着什么 那说明硬昏昏的前世必定是一名轮回径的强者 而且还是那种真正的度过了轮回节的超级强者 对于度过轮回节的轮回径强者有多么的恐怖 就连陈真四人都没有特别准确的概念 他们唯一所知道的 便是即便强如人缘子 也不过只是轮回径罢了 这只是踏入轮回径的门槛 远远还不能算作真正的轮回强者 更何况与度过轮回节的强者相比了 这种度过轮回节的强者 即便是在这远古时期 也必然是天地尖顶尖级别的存在 轮回者 人缘子的面色 在当他见到硬昏昏没心处的敷衍时 也终于是彻底的变化 再接着 他眼中突然涌出浓浓的杀意 到了这种地步 非常清楚 一旦轮回者觉醒的话 那他们也会迅速的恢复实力 而到时候 道宗则将会多出一名轮回强者 这对于他们原本而言 无疑是一件灾难性的事 这种威胁 即便是比起灵动 小雕而言 还要尤为强烈 在那无数道目光汇聚下 少女悬浮天际 不含丝毫情感的冰蓝双眸 清澈地盯着远处的人缘子 旋即其束手扬起 一股寒气呼啸而出 寒气所过处 连空间都是被凝固 寒气涌来 那股强行要将林栋心脏的庞大犀利 顿时咔嚓咔嚓地凝固起来 林栋望着这一幕 这才抹去嘴角血迹 目光复杂地看一眼 变换成这般模样的影欢欢 不仅未有欣喜 眼中反而是有着一些担忧 他很清楚 影欢欢动用这种能力次数越多 便越会触到那轮回灵性 这会更加快两者的融合 而一旦融合完成 影欢欢也会成功觉醒 虽然那时候他或许会成为这天地间顶尖强者 但林栋却并不想看见那个曾经俏皮动人的少女变得冰寒而冷漠 岛宗弟子现在还真是越来越出人意料了 人缘子神情开始逐渐地恢复 淡淡地笑道 不过即便你身为轮回者 今天怕依然救不了他 硬昏昏冰冷的双眼盯着人缘子 欲守于我 那人缘子所处的空间便是猛然渗透出惊人的寒气 无数道百丈庞大的冰蓝光磁 直接是从虚无空间之中洞窜而出 然后快若闪电般的对着人缘子抱刺而去 黑白相间的浩瀚能量飞快地自人缘子体内涌出 化为黑白光照 将其护在其中 冰刺重重地轰击在那光照之上 虽说也是令得光照不断地颤抖起来 但却始终无法将其攻破 显然即便硬昏昏身为轮回者 但毕竟还未完全觉醒 虽说凭借着短时间内的爆发 能够发挥出极为惊人的实力 但显然也并不可能真正的击败人缘子 毕竟后者也是踏入了转轮镜的可怕人物啊 还要打败我 哼 还是等你真正觉醒之后再说吧 人缘子淡默地看着这一幕 笑了笑 然后又在心中喃喃道 若你真有那机会的话 心中之声落下 人缘子眼神的深处 突然涌上一抹寒芒 旋即七手掌一握 那融合了生死之力的磅礴能量 突然呼叫而出 竟是在天空之上化为了一方 左右千丈庞大的黑白之印 一步步无法形容的可怕波动 疯狂地自其上暂发而出 生死印 人缘子袖袍挥动 那庞大的黑白之印猛地呼啸而出 然后狠狠地对着印花棺镇压而去 黑白之印落下处 仿佛连空间都是有着崩溃的迹象 印欢欢抬头 冰蓝双眸望着 那镇压而来的黑白之印 其周身空间顿时有着无数冰雪雪花 凭空浮现 隐隐间仿佛是有着一道虚幻无情的女子身影 自其身后虚无中若隐若现的浮现 那道身影无数人能够看其容颜 但在那出现的时候 天地犹如浸雾了寒冬季节 铺天盖地的雪花降落着 令得下方的一抹城 很快地被附上了厚厚的白雪 女子身影似是抬起玉手 然后便是这般轻松地递在了那黑白之印上 接触之处冰霜一种惊人的速度蔓延出来 那黑白之印仅仅只是刹那间 便是被冰霜所覆盖 其中浩瀚的生死之力 也是被那种寒气侵蚀的尽数消散而去 黑白之印最终彻底的崩塌而去 不过在其崩碎时 硬昏昏身后虚无之中的那道身影 也是同样的消散于无形 伴随着那道身影的消散 硬昏昏周身弥漫的寒气 也是变得淡化许多 显然此时的他 显然无法真正地 动用太多的轮回之前的力量 这种攻击你能挡几次 任元子望着这一幕淡淡一笑 旋即曲折一弹 一道由生死之力凝聚而成的光束 直接撕裂空间 暴射向硬昏昏 硬昏昏冰蓝双眸 望着那暴流而来的光束 突然微微闪了一下 然后临动便是见到 他周身弥漫的寒气 突然被他强行地收回了体内 欢欢快闪 临动眼瞳缩了一下 一种不祥的感觉 涌上了心头 当即即喝倒 前方的硬欢欢 似是听见了他的和声 微微偏头 冰蓝双眸凝视着临动 寸记那冰凉的脸颊上 突然的有着一抹笑容浮现出来 就在他笑容浮现的刹那 那道光束 一是狠狠地轰在了他的身体之上 鲜血在此刻 见射而开 那道千细的身影 犹如见血的雪花 弥漫着漆艳 灵动呆呆地望着 那倒飞而出的千细身影 眼眶欲裂 雪红的双目 犹如是要渗出鲜血一般 下一刻 他身形急忙掠出 在半空中 将那道倩影拦腰抱住 那股磅礴力道 渗透进入他的身体 当即便是有着骨骼断裂的声音响起 但他却是一声不吭 揽着怀中少女的手臂 颤抖着 却是丝毫不松开 你在干什么 灵动低头 望着怀中 那眼中冰蓝迅速退却的少女 愤怒地吼道 先前应欢欢 显然是能够避开那道攻击的 但最后 他却是放弃了 我不是他的对手 硬昏昏望着 临动那愤怒的脸庞 苍白的小脸上 露出一抹 稀烦的笑容 只有这样 才能逼得爹爹现身 我知道这样闹下去 说不定 会引发两宗的战争 可我不希望看见 你死在他们手中 反正你们都习惯了 我的任性 那就让我 再任性一次吧 临动愣住 脸庞上的愤怒 犹如是在此刻 僵固了一般 他望着怀中 那冲着他笑的美丽少女 身体忍不住地 微微颤抖着 这个在第一次见面 曾经因为他放弃了天殿 而加入荒殿 浪费天赋 而怒斥自己的少女 这个曾经为了能够 为宗派带回仙缘孤种 而孤身留下一命 阻拦敌人的少女 这个曾经将宗派 放在第一位的少女 竟然在这种 足以引发 两宗战争的时候 做出了这种 一命逼应悬死 现身的事情 而这一切 只是因为 他不想看见他死 临动紧紧地搂着 怀中的少女 声音沙哑地道 放心吧 我不会轻易死的 你 人缘子